腔腔三人行 不是格外不需要女生来了吗 不格外需要 要不说刘芳那天在车上跟我一说 我就觉得你得来 刘芳不是球迷 可是她的老公是超级大球迷 所以我说你 她是受害者 不是 她不是很闲的妻子 这闲的嫌妻 我真的是不懂 帮着老公去酒吧定位 你说这样的妻子 不是说一般的陪老公 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 《每道世界杯》 我现在谢天谢地 《世界杯快要完了》 我觉得《每道世界杯》 《每道世界杯》的时候 我觉得我睡眠就跟你一样 睡眠缺湿 就是我特别累的时候 但我觉得其实呢 就是跟大家一起出去玩 为什么你特别累呢 晚上要熬夜看嘛 我早上还要早起上班呢 不是你是不爱看的是吗 我不爱看 但是其实呢 我觉得一般朋友出去看呢 大家变成一个聚会 所以也不能说 是严格意义上讲的熬夜 所以大家一起出去看 其实我发现 大多数人都是去凑热闹的 很少有很少真正懂足球的 但像我真的这么不懂的呢 也不多 比如说你比如说 我前段时间给人家讲 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笑 那我一开始 我这个世界杯之前的时候 那我们很多新闻就报道 那我看 我之前的时候 我就在看我的稿 主播稿 对吧 然后你们就讲 C罗怎么怎么样 那我一般不知道的问题 我会问 我说C罗是什么 我就跑去问主编 主编你给我讲 C罗是有这么个人 然后说呢 因为呢 前面已经有两个罗纳耳朵了 所以他呢 就叫C罗 我说哦 那就是前面两个是A罗和B罗吧 那将来还有D罗呢 D罗已然有了 罗本的屁股 不是 我看见D罗呀 是C罗的那个私生子 哎呦 多少钱呢 我就说 那女的 现在传 说是一个美国的代孕妈妈 帮C罗生这孩子 得到1500万美元呢 我的天哪 哪个女的 当然大家不能干这事 D罗不就是那个巴拉圭 那个 哎 你给我们报道一下 他呀 他老公 你说超级大球迷 你老公是哪个队的粉丝 西班牙 西班牙 而且还非得去兰桂访看 没有 因为香港其实今年的那个 电视网络 它的覆盖 特别奇怪 就是有些地方 比如说像我们家 就收不到 所以你 那是因为你不肯花钱订有线台 不是 有线台 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覆盖得到 我肯花钱也没办法 所以呢 一种办法就是上网看 另一种办法就是去酒吧看 网上看的质量差 然后去酒吧看呢 还热闹 所以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我们经常天天晚上 在兰桂访看 我估计 我最近这一个月 在兰桂访花的时间 比我过去整个在香港 五年十年加起来 在兰桂访 我天哪 成了个混夜店的了 哎 那你看这 我没去 有些什么看点 在兰桂访 我发现兰桂访啊 就是你去看球的话 就他们都是去看球的 其实我每次去呢 就都是去看球迷的 不论书 不论赢 每个人都喝得醉醺醺的 而且人一醉了以后呢 然后呢 就大家又凑在一起 好多是认识的 有好多是不认识的 你就会发现 说的话其实都 特别莫名其妙的 有的时候很弱智 比如说 这个 我坐在一张桌子上 一个角落里头 然后我前面有个桌子 然后前面有很多人是站着的 对吧 然后也有的是坐着的 然后拿着酒杯 然后就看见有两个人 醉醺醺的两个男的 其中一个呢 就酒杯拿累了 就把他转过身来 就顺手放在我的桌子上了 也无所谓 我就让他看他放在这 另一个呢 过了以后 两个人聊聊聊 一高兴 酒洒了半杯 然后呢 就跟 贾就跟乙说 你看 我的酒洒了半杯 然后乙就说 对呀 你的酒洒了半杯 然后两个人就来回 重复这个话 重复了五次 重复了五次以后呢 这个乙突然间意识到 自己的那杯啤酒哪去了 然后就两个人四下找 最后终于看到 我的桌子上呢 有一瓶啤酒 像是他们俩的 然后就说 然后两个人又在说 你说这杯是不是我的 你说这杯是不是 两个人又来回来去 分析了大概三分钟 我本来不想去插话 但是最后实在忍不住了 我说没错 这杯酒就是你的 你可以拿走 然后两个人 哎 很高兴的说 干杯干杯 谢谢你帮我们看着啤酒 就像这样的人特别多 然后你比如说 12点半 你看完了以后 很多人打地回家 然后打地回家呢 要排个队 对吧 然后这里是对手 这里是队尾 然后你快排到对手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这站着一堆人 傻呆呆的站着 也不知道干嘛 他们以为那是队尾呢 他们也在排队等 但是经常有这样的人 这个我跟你说 这不光是贤妻了 这是聪明的老婆 你知道吗 这个跟着老公去看 老公又感动 而且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守守护的方法 你知道因为这个足球啊 都出了抓尖的了 你老婆不看 会出现什么问题 广东阳江一名男子 他跟他老婆讲了 说我去到另一个地方 另一个公司出差 结果呢 那公司把电话打到家里 说说我们这货还没到 他老婆说 他不是说他去了吗 好 这下老公去哪了 然后呢 他的小姨子 就他这个老婆的妹妹 在一个出租屋门口 看见姐夫的车了 这下老婆哗哗去了 去了之后嘛 屋里俩人嘛 屋里俩人 说说你说 这怎么回事 你知道他老公跟他老婆说 我看球 我怕影响你睡觉 所以我出来专门找个出租屋啊 看世界杯 我老婆说 看世界杯 这女的是谁 说这是我的女球友 女球友 说女球友 女球友干嘛还穿睡衣呢 说那不是睡衣 那是阿根廷的球衣 这是真的新闻 你知道吗 还有一件事情 说说有个男的 为了好好看球 给自己的一周岁的小孩 吃安眠药 啊 就是因为他吵嘛 他看不好球嘛 就用安眠药 给他放在他的牛奶里边 第二天早上不醒了 送医院 我老公要是肯给我吃安眠药也行了 不要拉我出去就好了 这两天你知道 还没良心的这男的 把一女的强奸了 然后自个儿就出去看球去了 警察抓着他的时候 还喝醉 不来找不来找 还没决出胜负呢 不是说文强也这样吗 哎 我跟你讲 文强已然是个死人了 对吧 这个咱们也为死者会 啊 我们可以看看这张照片 啊 这个因为为死者会 所以这不是设计对白 我们大家看着这张照片呢 我把这个原版新闻给大家念念啊 7月4号9点 文强和民警就德国跟阿根廷比赛做了交流 文强对德国大比分战胜阿根廷感到不可思议 认为有赌球之嫌 这事他们儿清 7月6号晚上 文强希望民警把频道调到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 继继续看世界杯 7月8号 文强的死刑即执行完毕 我觉得他大概是觉得跟这些民警聊 其他的事情都太没意思了 索性就聊足球 看文强临死前 据我报道表明 最关注的两件事 一件事是看世界杯 尤其是这个德阿大际 另一件事呢 是有十分钟的时间 跟他儿子会了面 抱头痛哭之余 跟他儿子说了四个字 不要报复社会 大概六个字 不要报复社会 好好踢球 但是你就说 这次这个世界杯 这种球迷的心理 你知道吗 很有意思 你像你啊 你看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足球进球 我这次就琢磨 这个心理是个什么感觉 他跟篮球 排球 都 进的太多 你知道足球啊 一看那个到球门的时候 那个心啊 我有一个照片 你们可以看看 那种失神的表情 咱们这个当然看看 这是斯洛文尼亚比赛的时候 在斯洛文尼亚的球迷 在一个家里 你看他们脸上这个表情 我告诉你 我有一个形容 什么表情啊 过山车 过山车的表情 我就发现我看足球进球啊 那个心里 心里就像过山车下坠 就我就觉得 是不是因为前戏的时间太长 等得太久 所以射 就射门 射门了一下 看球如果真的好的状态 就是一个身体没动 但你的精神就在做过山车 真的是 因为现在的其他的比赛啊 都像电视剧 电视 我们现代人习惯了一段一段 你看一段 停一停 放广告 你上个厕所 吃一个东西 只有看足球 是看电影 哎呦 真是 电影是你被迫在一个黑房子里 两个小时 全神贯注的 关心一个指 一个布上的一个幻象 我们没有别的事情 做得这么认真了 就除了睡觉以外 但是足球就是所有运动里面的电影 最大的大片 就是现在的世界杯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广告更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跟着老公在兰桂坊看的时候 那是凌晨两点半 我原则上是只看十点到十二点多 两点半呢 我就尽可能不看了 但是就说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我为什么老看球迷 或者看周围的人 观察这些事物呢 就是因为我看不进去足球 就是你看比如说 这个足球我可以 比如说有时候 我自己在家里看的话呢 我就可以从比赛一开始 看到比赛结束 然后这个足球评论员 说的每一句话 我没一句能够入耳 整个就是发呆嘛 为什么呢 我也不是不看球 有些体育我也是看的 比如说网球我是看的 但是足球就是怎么都看不进去 我也注意过 因为这次世界杯期间 就是温网的决赛 我注意了一下 看网球 男女的比例差不多的 就在球场上 但足球大部分都是男的 足球大部分是男的 有女的最近都有网站了 就招男的 就谁不看世界杯 跟你约会 就是女的已经 已经在网上这样呼吁了 就他们被世界杯搞得烦死 但是那我那天听他说 你看网球 对吧 看网球就能看进去 比如说呢 我特别喜欢费德勒 他尽管是输了 我也觉得他输的是 有风度的高雅的 因为他打球 比如说他可以前 可以厚可以快可以慢 左右上下高低 都有不同的这个方法 可惜这次输了 他每一个球 都能够给你一种惊奇 就比如说 他可以面对一个很强的对手 这个对手呢 可以比他身强力壮 跑得比他快 是谁我也就不说了 那他可能是 就是说他是靠满力 能够把费德勒赢了 但是你看完了之后 但是你看完了之后 还是觉得 费德勒即便是输了 他也输的是很优雅 而且他是用智慧在打球 不是在用满力在打球 这说的就是足球啊 说的就是巴西西班牙啊 你你刚才话 你只要把足语换掉 对 完全可以变成了 评论一场球赛 他可快可慢 可进可退 没错 每一个球都踢的很就很漂亮 只是你的对象 你进不到足球里边 你只是能进到一个运动员 我跟你说 你同样的这个道理 你看这个西班牙踢球 他那个我看就是 以脚腕子为周心啊 那是变换无方啊 那真是上上下下 说什么 诶 你这个 就是很缜密 很细腻 然后大家配合的还都很好 我教你一看点 我教你 你肯定能明白 你看个西班牙的脚 诶 学伙儿这个 您都未必从这角度看 小脚 西班牙是个小脚 说是38号 我跟你讲 你想不到 我中国人讲啊 脚小的人命贵 你像我的脚 我个儿 我脚大 我这样命贱 那西班牙首先小脚 而且呢 你看 你都想不到 我穿4243的 他们比利亚穿多少码的 你知道吗 38的 这些是这三寸金莲 你看 他就进球 然后呢 你看 洛伦特身高1米95 居然只穿40码的 然后呢 哈维 比西尔瓦和比利亚一样 都穿38码 阿龙索 马丁内斯身高超过1米8 也只有40码 门将卡西里亚斯 也只有穿40码的鞋 西班牙 整个西班牙队脚最大的 巴尔德斯也就是41.5码的鞋 我到他们那儿 我就是最大的脚 你说 小脚 这个 你看球的时候呢 如果还有几个方法 你有没有近视眼 没有 有近视眼的人 有个好方法 你把眼镜拿掉 这时候你看不清楚 个别运动员了 但是你看到颜色 这个时候 你看到的这个颜色 比较红色 你看到这个颜色的变化 那就是整个态势 你不仅在看拿球的运动员了 你就看到了这一方的 它的一个阵型啊 我家里眼睛看到都是绿色 好啦 不行 绿色 不是 行 足球咱实在不看 咱看 咱看 不看足球场 咱看情场 你知道吗 这这个 很多啊 有感情的这个故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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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这个戏剧性 我为什么觉得是像一个电影啊 你知道马拉多纳 马拉多纳 这个 最新的新闻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别的国家的回去都灰头土脸的 马拉多纳回去 要辞职吗 这两天 马拉多纳的女总统 眼含热泪在电视上讲 我们全国人民感谢马拉多纳 他一个人给我们国家带来了那么多的欢乐 我们哀求他 请求他继续做我们的主教练 而且表示要在总统府接见马拉多纳 但是马拉多纳也是挥泪如雨啊 就是说不去 我们没进行 不配见总统 你想 他跟情绪这么一种 这种群众气氛呢 所以我觉得足球魅力也就在这 他不是在于一个输赢 而是在于他给人带来了很多欢乐 他不是在最后的比分 应该是整个最后这个过程是怎么踢出来的 就说很多人为什么喜欢西班牙队 比如说你也喜欢西班牙队 就是因为他踢的过程很漂亮 并不一定是他最后进球多 对吗 但是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的球队是追求使用 包括我们这个一直挂着的这个队 过两天他就要跟浪漫的西班牙队决赛 还是强调使用 人生也是这样 而且我跟你讲为什么足球是世界最大的 这家伙能跟奥运会 我我觉得甚至还比奥运会还火 比奥运会火 这个全世界他一定 你觉得为什么呢 这个咱待会再说 但是我就说 全方位的他近渗透人类文化 甚至于你们女人 你看拿这个咱们导演给看看啊 这个这个表面上看足球什么跟女人无关 但是你瞧没有 连女人时尚 现在世界上都摆脱不了世界杯 而且呢 我再给你看看 刘芳这你爱看八卦子 这球星和他们的女朋友 咱们来听听他们的花坊姑娘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 并没有话要对你讲 我不敢抬头看住你 你说足球啊 就是说为什么让人这个魂牵梦赢啊 什么原因永远啊 有人解答 有人解答永远好像说我觉得你比如那天有人说要是地球不叫地球的话 恐怕足球这种运动就应该叫地球 因为你看他在大地上玩的 因为你看他在大地上玩的 你看他NBA吧 我感觉呢 一个是毕竟是在室内就人工化的这个痕迹 足球啊有点游牧民族 而且人类这个这个胸怀大地在绿草坪上 那种歧视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而且他从最基本来讲就是田径啊 各种基本的项目的特点在他一个运动里全概括了 没错 跑啊跳啊 你这个制铁饼啊 这个所有田径的基本项目 那个跳高跳远啊 全都综合的 你这个马拉松啊 什么全包括在里面的 这是从运动的角度来讲 那么另外他牵涉到国际 就是世界杯 世界杯跟足球还是两回事 如果是只是看足球艺术啊 那欧冠杯 欧洲的这个联赛就已经概括了 他们的水平根本不比这个世界杯 世界杯呢又把 世界杯有点像什么 就大家本来是清华北大的教授 突然一天连欢说 清华北大里的北京人是一个队 清华北大里边的广东人是一个队 你明白吧 其实他们都是平常四年都在干那个活 对运动员来说 卫健的那个四年一次是最重要的 但是对于我们观众来说 他们是代表国家的 给我们一个国际局势的一个想象 我们可以投入对落小民族的同情啊 我们可以投入对强权的崇拜啊 还有更多 而且我就是 人生哲理啊 个人 比如说从女生来讲 我们上次讲过了嘛 进球就是结婚 那射门就是恋爱 那每一次的抢球 就是跟男人的一个眼色交换 你50个眼色交换 100个眼色交换 未见得有一次拍拖 几十个拍拖才能进一次球 进了球 说不定还输球 因为还会离婚 等等人家可以放弃很多 就是说啊 这个像命运 像人生 而且跟网球一样 你看进去之后啊 它有它的美 为什么我觉得足球这事啊 它他们就说 有的时候啊 你有个队走了狗屎运 你就是赢了 大家也不佩服 因为你没有打出这个应有的美来 就像你刚才讲这个这个费德勒 不还有一点很有意思 虽然它充满了偶然性 但是你长远来看 强国就是强国 足球有常人安全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第一是巴西 第二是德国 第三是意大利 这是没法否定的 人家讲了 奥运会是照着GDP的顺序划分的 大国强国 但是只有足球啊 给你另一个世界秩序 最牛的是巴西 巴西 你不管它怎么样 巴西 德国 意大利 余下来呢 是英国跟法国 阿根廷 这三个呢 也可以算在这个理事国 这次的冠军 就是争第七个 但其他弱的 也有机会 可以争上楼 在开始阶段 让你们大家happy 就是我 我一早讲过就中国人眼中的世界就是亚非国家平民造反 大家很欢腾 但到最后那个强拳还是在那里 要是最后什么保加利亚打进去 大家就 哦 还不满意 这个足球啊 我觉得好像还有一种就是你配不配得上 你知道吗 因为他的巨大的偶然性啊 会使得 比如这场比赛 你你踢的不好 踢的这么难看 但是你还赢了 你你赢了之后 在这个程度上 他跟网球有点像 就是网球哈 虽然每次打的时候很多偶然性 但是好球员最后都会出来 美国的橄榄球就不一样 美国的橄榄球几乎每年在换冠军 他看上去很有规律哈 可他的最后谁是第一名啊 长久来说排不出一个阵的 但是我会觉得说比如说一个弱的队 或者一个弱的人 他能够从底下一路打到上来的话 其实他也代表了一种精神 比如说这次德国队 因为他里面没有球形 所以很多人就都觉得说 德国队这次之前不看好 然后他击败了这么多的明星 最后踢到这个程度的话 我觉得很多人觉得他代表了一种精神 就好像他什么都没有 然后面对所有的打开 德国不是什么都没有 也有 但不是像梅西那么大的味 他基本上是靠集体 你知道 是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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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